Hey guys, this is Winni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最近呢,终于恢复了忙碌的状态 今天早上刚开了会,进了山,然后做了很多事情 发现啊,自己撸的这个妆呢,还挺好看的 所以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新的一年发现的一些美妆神器 有一些宝宝很好奇 说Winnie,你平时的妆呢,都是谁化的?是自己化的?还是专业化妆师? 我呢,除了重大的活动,会请专业人士帮忙 其实平时的妆都是我自己化的 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透露一些在化妆上面的小秘诀 可以让你的妆容更服贴 能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精神,更有活力 那我首先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高光 为什么我会给大家推荐高光呢?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脸上油油的有点奇怪 但是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其实皮肤细腻和发亮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我会平常在出门的时候呢,用一点点高光来给到两颊 还有鼻尖做一定的提亮 这样呢,不仅皮肤会看上去呢,闪闪发亮 而且呢,整个人的五官呢,会看起来更立体 高光一定要选择这种粉质非常细腻的 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肌肤 其次呢,它会让你的五官看起来更有轮廓感,更立体 所以我们在出秀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发现 诶,它的皮肤不仅很闪亮,而且呢,它看起来非常的精神 另外一个我的妆容小秘诀就是,我会用干粉补妆 但是我不会用粉扑,因为粉扑呢,实在是太过重了 如果说扑得不好,或者时间很赶啊 很容易形成脸上斑斑薄薄的感觉 在这里呢,会使用一个非常专业的两头的这样的化妆刷 那小的这个呢,主要是扫在眼底的位置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要画眼线出门的话呢 就要防止眼线漏到眼睛的下面 那对于肌肤其他的部分呢,我就会使用这个大的刷头 轻轻的拍打一下 第一是扫除一下油光 第二是让肤色更加的均匀 大家可以细致的看一下 我把肌肤拉到比较近呢 其实都是非常通透细腻,没有毛孔的 而且呢,我很不喜欢比较很闷的妆感 所以我的妆呢,一定要是轻透气 然后看起来呢,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 第三个呢,一定要找准自己五官里面优劣式的部分 那像我呢,我的嘴巴呢,是属于比较丰满的 所以呢,我一般情况下,如果画了比较浓的眼妆 我是不会再涂比较深的唇色 因为呢,我希望脸部的妆容有一个重点感 那在这里呢,我就非常推荐我最近发现了一支超级好看的口红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适合日常 又很有气质 不会非常的耀眼 但是呢,又很端庄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涂上了之后呢 就是整个人很沉浸很有气质 但是呢,又有一点点血色的感觉 而且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颜色 它其实薄图会更加的自然更好看 有一点点偏微微的橘色 所以呢,也是很适合像我这样的暖色基调的女生 最后一个妆容小秘诀 其实就是我在出门的时候呢,我都会戴一个比较红的唇色 第一呢,是防止自己没有气色 第二呢,是快临近农历新年了 也给自己一个小提醒,快过年了 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因为它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墨镜和红唇真的是绝配 一天没有任何的妆容 只要戴一个红唇配上黑色的墨镜呢 整个人还是很有精神的 我刚刚收到这个了,我喜欢这个 它就光亮了我的天 早上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去开会 然后呢,主席给我们每一个委员呢 都发了一个这样的很漂亮的花 提醒我们自己生活的每一天 都应该像花朵一样美丽 然后尽情的绽放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